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火箭上一次是不是输给瓦菲 还差很遭临风了 我记得应该是哪一场比赛忘 也是一上来几个打得挺不错 大家都以为这个比赛没啥悬念 过了一会火箭被临风了 这场比赛其实咱们直播了 只是没有对外 对内露素材去了 底干一库叫黑球 黑球右侧这两颗红球有没有当下 球台压得比较扁咱们看不出来 但是火箭在瞄那说明还是有的 看来最右侧这颗有 那这颗有的话黑球很快就解开了 旁边布雷切尔布雷切尔最近很吸粉 一是球打得好 第二是大家觉得布雷切尔很有礼貌很谦虚 好球 这球带了 整个局面一下就变简单了 对 霍老师这个化坟为减的能力 传奇负 火箭现在我们我觉得大家对他期待也不要太高 毕竟已经不需要证明自己了 只是肯定都希望偶像赢嘛 拿冠军 他能打好每一场比赛 咱们看着就很舒服 能拿冠军固然最好 拿不了冠军也没事 这个年龄46岁 好多都已经快退休了 40 西京师最近是累了 老张最近进的决赛太多 需要休息一会儿 这个比赛打完就没有比赛了 今年没有比赛 要等明年的大师赛 这个比赛打完估计要22号23号的样子 然后过圣诞节 圣诞节完事 1月89号大师赛开始 时间也是很快 赛程式相当的密集 打尽黑球超分 好球 火箭现在不要碰到前16 特别状态特别好的选手 应该都还可以比较稳 但就是一旦碰到像发挥的特别好的选手 就没有优势了 岁月不着人 但是希望这个岁月不着人 在火箭身上能够玩一些体现 能够再给球迷更多的惊喜 好球 这是要准备破百了 本场比赛 0比1落后 现在是连打三局 会不会来个四连边 89 单杆87 89 经常有些新朋友问到单杆破百 有没有奖励 破百是没有奖励的 破百是一种荣誉 是一种实力的体现 一问你实力怎么样 你可以打破百 不错 就这个意思 打了多少根破百 就打了一千多根而已 破百就行了 不想过来了 OK 咱们直接跳到下一局 看一下下一局能不能直接结束 中代 这个中代要是 轻一点就进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熊 这是2021年的大奖赛第二轮 火箭对瓦菲 瓦菲上一支是凌风火箭 火箭这一干也有机会 哇漂亮 现在翻带都这么简单吗 变弱了 变弱了 一个无私 火箭 小特 翻带都翻得好 好球 你别说还真有戏 有147的可能 理论上 但是这一届比赛 不知道147 奖金设了多少 我查一下 没有147奖金 只有单干周高分 1万银吧 估计火箭还看不上 不过从整个比赛的奖金分布不少了 因为到八强才1.25万银吧 三个比赛 累计奖金最高的 另外奖励15万银吧 这个奖励不知道还有没有啊 前两年都有 可以下面才全围的黑球 冠军10万银吧 珊瑚系列赛 大奖赛10万 球员竞表赛15万 然后巡回赛 20万 False Yanks 继续叫黑球 别说真的有吸引 看一下火老师怎么设计的 看角度 再走一点 有点向上 没了没了 亚哥就没想这回事 咱们制作多钱呢 大伙说火箭如果真的就是 不计较奖金的话 火箭能打多少干 但如果有比赛刺激 有奖金刺激的话 火箭可能 这个147就像破百一样刷 66 超分看K球 舒服的不能再醒了 这样的话 连赢四局四连边 带走比赛 晋级八强 八强的对手将是隔壁桌的胜者 卢卡布里切尔对吉米罗布逊的胜者 有希望再来一根破百 连续两根破百带走比赛 其实下午打挺好的 打完晚上不用打 休息 准备第二天再战 夜里三点盐饼汤的比赛 大家想熬夜的可以试一下 没有了 瓦菲 看这个样子是真的是很荣幸和火箭交手 由衷的佩服 OK 我是